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九年前拜登曾经访问过北京 到过一家餐厅吃饭 也被店家当成火招牌 而在拜登胜选之后 民众也抢得上门要吃拜登面 北京这家餐厅 八号中午门口大牌长龙 全都沾了拜登胜选的光 因为2011年 拜登曾经来这家店吃饭吃面 民众慕名而来 要求拜登当年吃过的菜色 通通给我拿一份 当时他们点了北京的炸浆面 还有我们店的包子 猪肉大松馅的包子 还有食令的小菜 原来当年拜登以副总统的身份 访问北京 想体验道地的庶民小吃 一行人就直接进来点菜吃饭 当时拜登展现亲民作风 跟用餐的民众说抱歉 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 让店家和北京民众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拜登这个人也非常的幽默 给人感觉的一种特别可亲 可敬的那种感觉 现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餐厅老板娘特别高兴 当年曾经招待过拜登来店用餐 希望将来有机会两个人再叙旧 拜登有希望来中国的话 我们也希望拜登还能够光顾 我们这个小店 再来品尝我们的小吃 这个期待是否能够实现 还不知道 但当年北京用美食 和拜登建立的特殊情谊 在九年后的今天 对于美中两国的改善关系 和这家店的生意绝对有帮助 杨正平变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